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37-800飞机在从旧金山起飞后不久 被迫在奥勒冈州的一个机场紧急降落 因为飞机的一块面板在飞行中脱落 这是该航空公司本月的第六起事故 据路透社和NBC的报道 这架编号为UA-433的飞机上有139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 飞机在当地时间15日上午10点20分从旧金山国际机场起飞 于上午11点36分抵达梅德福机场 机场负责人表示 飞机安全降落没有发生任何事故 在进行例行检查时 梅德福机场的工作人员发现 飞机的一块外部面板不见了 据了解 这块丢失的面板位于飞机的底部 大约在逐起落架的位置 机场接到报告后 立即停止了跑道的起降操作 并开始寻找丢失的飞机部件 但没有找到 联合航空公司发表声明 表示将对这架波音737-800飞机进行全面检查 并在完成必要的维修工作后才会恢复飞行 最近 联合航空公司的事故频发 涉及的都是波音飞机 包括4日一架737-900飞机的引擎 在空中喷火 7日一架777飞机起飞时 轮胎脱落并砸毁了地面的汽车 以及8日一架737 MAX 8飞机 在降落时冲出跑道等事故